这是一件修行小衫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的这个浅片 浅片我们这里有绣花位 我们首先把我们的绣花位把这样绣好 绣花位在这里 把这个绣花位绣好了 我们现在就把我们这个衣服 这个买甲缝 两侧的买甲缝 跟我们这个尖缝把它拼接下来 我们在拼的时候 我们这个指口 是0.8 我们如果有四线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它拿去打边 没有四线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这样折起来 再去打边都可以 一片后片 一片前片 我们把它这样面对面 把这个两侧的买甲缝给尖缝 把它拼接 我们在拼的时候 我们这个里 叉纸 这里要留脚叉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 我们这个这边没有绣花 我们就把它这样面对面 这个前片跟后片 面对面 从我们这个下角这里开始 扯 我们扯的时候 比好这下面 然后从我们这个角叉这里开始 这里我们有刀口 我们就从这个刀口这个开始扯 我们扯的时候 把这个两片摆平 扯到0.8宽的指口 我们这个角叉这里的指口大一些 因为我们要吃叉子 我们就把它这样 拼上来 好 这是我们这两侧的 买甲缝跟我们的尖缝 把它这样拼好了 拼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去打边 我们打边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刀子 这里要这样打好 下面是打开缝 上面打合缝 如果我们是用四线打的话 我们就先把这个刀子 把它这样打边打好 再用四线这样打边过来 我们这下面是开缝 上面是合缝 这样两边这样都把它打好 打好边把它整烫好 打好边整烫好 我们这个下角如果有砍车的话 我们就把它这样砍车 把它这样砍好 没有砍车的话 我们就把它打上边 车两两线也是一样 我们一起把它这样做起来 我们这里吃刀子我们这是打边 这样打上来 打一截 然后再合缝 打上去打边打好整烫好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的两侧 打边打好整烫好了 我们打边的时候就是这样 下面打开缝 上面打合缝 我们这个下角 我们也把它打边打好了 我们打边打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下角 把它这样撤起来 我们要砍车的话 我们就砍 要砍车的话 我们就把它这样 移好我们这个下角的宽度 把它这样垫好 垫好先把我们这个下角 把它这样撤起来 把我们撤在上去 这样折好 比好我们这个宽度 把这样撤过来 我们在撤下角的时候 我们把下面把它带紧 上面放松 这样撤过来 好这是我们叉子第一条 先把它这样撤好了 我们撤好了 这两边的叉子要是一样长短 要是长短的现象 好撤好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第二条线 把它这样撤起来 我们撤的时候 按照我们这个第一条线 把它撤直顺 我们现在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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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好 很大,很容易 放在面上 放在冰箱上 放入冰箱 插入一片 盐 放入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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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却 放入冰箱 好 这是我们这个下角把它撤好 就是这样 撤平顺 不要起扭 我们这个下角把它撤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岔子把它这样撤起来 我们撤岔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这样折过来 我们就从这里撤着这样转过来 我们就把它这样折好 把它这样折平顺 撤过来 撤到我们这个线上来一点右 把它这样转过来 转方正 我就给我去这边 第二 三个 三个 四个 我哀愁 五个 四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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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